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扶爛贈收 扶爛贈收 今天 竹北普一致就会 捍卫农乡联盟 台湾农村阵线 一起来到行政院前面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边呢 因为今年四月的时候 新竹县长邱靖淳 当面向行政院秘书长解太郎 政务委员肖家琪 当面官说 要求尽快通过 土育计划的国家重大建设 并且扬言 如果台资源区的重大建设没有通过 明年选举的时候 就要弃然投绿 结果 国法会在三天之后 迅速的通过了本案的重大建设 同时在五月初的时候 简太郎 会签了本案 使本案被核定为行政院的国家重大建设 我们要问 为什么一个由县政府主导 由交大主导的地方型的都市计划 可以这样草率的 在没有任何法源依据的情况下 被认定为国家重大建设 而且在审议的过程中 程序完全黑箱不透明 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居民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今天行政院为了规避土地征收条例的规定 为了要征收400公顷的特定农业区 护航新竹县政府 还有地方的草地集团 用国家重大建设的名义 来征收人民的家园 来征收我们台湾的良田 我要问大家 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吗 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容忍吗 我们来订阅 我们来订阅